你是否也曾担心过自己是拖延症呢 今天我将为你介绍的这个优势 有可能会把你从这种担心中解脱出来 嗨,我是宇娟,一位优势教练 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优势解读 第二期 那我在这个系列的讲解视频中所运用的呢 就是这份Strength Profile专业的优势测评 那么今天要讲解的这个优势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了解了这个优势之后呢 就曾经把我从对于自己是不是拖延症的这个怀疑中解脱了出来 这个优势呢 就是Incubator孵化者 在这期内容里面呢 我依旧会以优势四相线的这个分布来一次的为大家介绍 如果你还不了解Strength Profile这份优势测评的话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介绍视频 首先就让我们以优势的角度来理解一下Incubator孵化者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它的这个小标志呢 就是一个思考的泡泡 所以呢如果Incubator是你的显著优势的话 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你非常喜欢思考 你很需要并且也非常享受思考的时间 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 我也有这个优势 那么我就很喜欢在以写日记的方式去反思 并且经常性的每一个事情来了 我都会放在脑子里面多想一想再去行动 我认为这个优势的名字呢也非常的贴切 它叫孵化者 所以讲到孵化呢 我们就会想到鸡蛋 那么一颗鸡蛋在孵化小鸡的过程中呢 从外表看起来 它好像什么都没做 这个鸡蛋就一直放在那边 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内部每时每刻的都在发生着变化 然后直到某一天 这个孵化的日期到来的那一刻 这个小鸡就会破壳被孵出来了 所以类似这个鸡蛋孵化的过程呢 如果你有incubator这个优势的话呢 那么可能在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任务来了之后呢 你不会马上的去做它 可能会主动的花时间去思考 也可能是潜意识的 没有注意的在你的脑后开始进行后台的一个思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了解这个优势之前 我自己也一直以为 如果没有马上做一件事情 那么我一定就是拖延了 然后如果这个拖延的倾向体现在了很多事情上 我就会担心啊 我一定是拖延症了 所以在跟大家聊这个优势的时候呢 我最常被问到的就是 那我怎么判断我是孵化者还是拖延症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帮助的呢 就是我们以结果来进行区分 如果说这件事情来了之后 你一直都没有动它 然后直到这个截止日期都已经到了 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好 然后最后很临时的慌慌张张的 把这个事情草草的做完了 甚至就干脆没有完成 导致这个结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那么它就有可能是拖延的这个情况 但是如果呢这件事情来了之后 你虽然表面上也是在拖延 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后台 其实一直是注意着这件事情的 你一直记得什么时候是那个 代理什么时候该交这个任务了 可能平时在你读书啊 在你看视频啊 在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可能总会有一些小点子 你会联想到 你之后要做的这个任务上面 最后呢 当这个截止日期进了的时候呢 你会在心里大概流出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半天一天 哪怕你最后是把它冲刺完成的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你做出来结果还不错 而且呢这么多年下来 你好像并没有真正的错过截止日期 你总是好像知道 在截止日期的前多少时间内 我总能把这件事情做完 然后你最后就会一鼓作气的 把它完成 并且这个质量其实是很不错的 那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去 没有做的这段过程中 你其实是在孵化的 你并不是完全的忘记了这件事情 而是可能你需要这个时间去进行一定的孵化 在你的脑中可能产生了更多的灵感 产生了更多可以帮助你最后更好完成这件事情的一些必要的过程 所以如果听到这里呢 你觉得你自己在过往的这个拖延的经历当中 其实大部分时候这个结果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呢你是真的很喜欢很享受 去花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去把一个事情放在你的脑中 反复的孵化一段时间 那么你就可能是拥有孵化者的这个优势 而不是单纯的拖延了 我希望在了解了这个之后呢 你也可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我是不是真的是拖延症了 以我自己为例呢 因为incubator也是我自己非常强的一个优势 所以以前我也一直在担心 我怎么这么拖延 为什么每次这个尤其是上学的时候 论文啊或者是要教作文啊 都一定会等到最后的这半天一天才会开始写 但是后来我反思呢 就发现其实在没有写的这段过程中呢 我一直是不管是我在看一些好像休闲娱乐的东西啊 看一些小视频啊 其实我总能想到这个点子 怎么样用到我最后的这个项目里面 但是以前的我呢 因为我很担心我是拖延症 所以在这个看小视频 或者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 我是非常自责的 总是觉得哎呀 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这个事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把这个 这个作业这个任务完成呢 然后带着这种自责的情绪呢 我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然后到最后还要非常紧张的 非常在强压下 把我最后要完成的任务完成 但是后来在我了解了 我其实是因为有incubator这个优势之后 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感 就是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的 光明正大的去孵化了 我知道一个任务来了之后 我总能在最后的一个把它完成 所以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的这段时间呢 我就会非常放松的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去找朋友聊天 去咖啡馆 去看一些视频 看一些书 因为我相信在我的脑中这些我现在所体验的 所经历的东西 它其实都会对我最后要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是有帮助的 所以现在整个过程都变成了非常愉快的过程 我也不再去纠结自责了 更多的就是去接受自己去用好这个优势 同样的讲到这里呢 我也要来提一下 如果incubator是你的显著优势 并且它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就是前三名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要去注意这个overuse用过了的问题 因为在我自己的客户里面呢 我也遇到了有人 他的第一名就是incubator 然后就会导致说 其实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想要去思考 都想要自己能够有时间不断的去孵化 所以就导致时间不够用啊 可能你到最后就真的有一些事情就完成不了了 或者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留意可能是你把这个优势用了太多了 首先我们可能要去关注哪些事情是你真的可以把这个incubator优势用好 然后它导致产生的结果是最优的 那有的事情比如说比较小的不太重要的 你可以及时行动起来 也不太会花费你太多精力的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用你其他的优势来推动你去完成它 比如说你可能有planner organizer这样子整理啊 计划规划这些方面的优势 那你可能就可以用这些优势提前把你的事情做一个规划计划 然后有选择性的针对某一些事情 用你的incubator有一些事情就可以不用了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incubator出现在了你的潜在优势 那么刚刚我前面所讲的显著优势里面的那些特点特征呢 你都有去孵化去思考的这个过程呢 能够给你带来能量感 所以呢它也是你的优势 但是它在潜在就代表说 你可能平常使用的频率是比较低的 有可能是你外在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呢 不允许你去国内的思考 可能一直是一个高压 一直不断的催促着你赶快去把事情完成的这么的一个环境 所以你可能很难给自己时间去用这个incubator 也有可能呢是你过往对incubator这个优势的一个理解 你可能觉得所有事情如果我拖延了 我就是拖延症 这样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你会逼迫自己去不断的去行动啊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而不给自己时间去好好的进行孵化 所以如果它出现在了你的潜在优势呢 我就建议你接下来可以去刻意的关注一下 如果你给自己一点时间 一点空间去思考 去反思 去孵化的话 会不会你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呢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 你自己的能量感 你的感受会更积极更好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未来就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中 尽可能多的去使用这条优势 把它的潜能发挥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incubator出现在了你的后天习得能力里面 那首先呢 它就不是你的天然优势了 那就代表说刚刚所讲的这种去孵化 去思考的这个过程呢 对你来说反而是有点消耗能量的 有点累的 那你可能更倾向的就是马上去行动啊 或者是你可能更倾向 不要把一个事情在脑子里面反复的过这么多 可能你有其他的优势 比如judgment判断力 或者说行动力之类的 能够推动你更快的 想要去做出一些决策跟行动 但是它出现在你的后天习得呢 就可能代表说你过去的环境中 有在刻意的需要你去用这个优势 可能不管是家人 来自家人还是来自公司的 这些周围的影响吧 你可能认为说很多事情你要去孵化 你要等一等才能行动 所以一直在努力的去尝试 使用incubator这个优势 然后结果就是你可能用的还不错 但是呢能量感部分 你能够感觉到是比较消耗的 比较累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希望 只要在必要的时候 去用这个优势就可以了 更多的时候呢 去看一下你自己的绿色部分 你自己的优势有哪些 然后更多的用这些优势来代替 来推动你自己去完成 你想要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看 如果incubator出现在了 你的劣势 那在劣势里面呢 当然就代表说 首先你并不是很擅长去孵化 然后呢 同时又不是很喜欢孵化的这个过程 可能对你来说是很消耗的 你可能更喜欢 那种不断的有推动力 不断的去行动 去做一些事情的这种感觉 那这时候呢 同样的 我们就不需要逼自己去 刻意的有这个烦思的空间了 用好你自己的优势去达到 你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想来提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做工作坊的时候 大家有过的疑问 就是上一期我们讲的action 跟这一期我们讲的incubator 他们两个会打架吗 他们两个会冲突吗 因为听起来定义上面来说 的确一个是马上要行动 一个是我不想马上行动 我想思考一下 但是呢 我其实遇到过不少的客户 这两个同时都出现在他们的优势里面 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以优势角度来理解的话呢 这些优势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冲突的 因为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其实是用在不同的场合下的 比如有的事情 我会倾向于 来了我就想要马上做 因为这边action 背后行动力的推动力更大一点 那有的事情呢 我可能倾向于 我想要多思考一下 我想要放一放 我想要给他一定时间去孵化 所以如果两个优势 都对我来说是有能量感的 都不会让我觉得很累的话呢 我就可以很好的在不同的情况下 去结合平衡 用好这两个优势 所以如果你也是刚好 这两个都在你的优势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什么情况下 你的行动力对你的推动力更大 然后什么其他的事情上 你的incubator对你的推动力最大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找到 适合这两个优势 他们去发挥的一些场合跟环境了 好的 那对于incubator这个优势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带来了新的启发 或者说你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呢 希望可以留言告诉我 在未来呢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其他58个优势的讲解 如果你想要去尝试这个stress profile专业优势测评的话呢 可以去之前的这个视频内容里面去寻找他的官网链接 在里面呢我也提到了 如果说你做完了这份测评 对自己的这个结果 认为自己还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理解自己的优势呢 推荐你可以直接来跟我预约专业的解读 在这之前呢我也会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免费的探索资讯 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去了解一下你现在的需求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优势测评 你希望把优势用在你生活的哪个方面 或者是工作的哪个方面 同时也是帮助你去判断一下 是否喜欢我的教练风格 是否相信我可以去为你提供到准确的帮助 也接下来我们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合作 帮助你用好你的优势 创造出你想要的理想人生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